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在这里给大家献上一场我的脱口秀的处女秀 手就 为了 还有开刀 过节奔号的 为了郑重其次我给这场诡异的脱口秀活动呢 在家里还很正经版本地起了一些名字 我想第一个名字呢 说一个正常人欠了六个亿债以后 还有没有必要继续活下去 但是人家说这个有点太惊悚了 当然今天活动我们要处理得应景一些呢 也可以改成欠债六亿不用愁 蓝河养奶来解忧 对吧 这样的话呢 出来做事作为一个社会人就显得情商特别的高 给大家知道今天这是一个李旦的主场 今年这个现场啊 只要有嘉宾上来夸蓝河绵羊奶 那就比夸李旦的奶奶还能让他高兴 所以呢 全部包裹 一个人呢欠了六个亿之后 六个亿的债务之后 他生活会发生很多奇怪的变化 这个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没有欠过是吧 没欠过那么多 会发生很多奇怪的变化 比如说我妈 我跟她一辈子了 应该我很熟悉她 但她有一些奇怪的反应 她就说 她之前知道我状况不好 后来得知六个亿 看了新闻 就给我打电话 以前呢 她因为儿子比较胖 总是告诉我 不要吃宵夜 高热量的东西 不要乱吃 不要乎吃海山 但是六个亿新闻出来以后 她给我打电话 她就说 你以后想吃点什么 就吃点什么吧 然后我老婆的反应也比较奇怪 她在家焦虑了很多天之后呢 有一天突然就跟我说 要不咱们也去美国 就别回来了 然后每周都说回来一次 但是就别回来了 然后我听了就很奇怪 我说 收购苹果这样的事 我们能不能往后犯一犯 缓一缓再去 好不好 她就拉长了脸 不高兴 我就哄她 我说好不好嘛 最后我们就没有去 是吧 没有去 然后呢 我的朋友的反应也很奇怪 之前我公司经营不散的消息 传出去之后呢 他们很多欠了我钱的 就拼命在凑钱 筹集钱 说赶紧还了 帮老罗解忧 但是传出六个亿的消息之后呢 他们说 就先别还了 我们这点钱还了 好像对六个亿也于事无补 我当时虽然急着用钱 但听完了以后呢 觉得好像还挺有道理的 竟一时无法反驳 是吧 没有办法反驳 然后呢 欠了六个亿的这个债务之后呢 其实我们的朋友圈 这也会发生一些奇怪的变化 我就这么说吧 我原来有个公司 叫老罗和他的朋友们 后来呢 我从事这个直播业务的公司 叫交个朋友 老罗和他的朋友们 交个朋友 那么这段我人生的低潮期呢 在这个还债期间有一次 得了一场疾病 其实就是闹肚子 不严重 常严 然后在医院住了两天 夜里浑浑沉沉醒过来 打开手机一看 有一百多条来自朋友的问候短信 我就很感动 发现百分之八九十的短信 来自债主朋友 这也可以理解是吧 我当时看 但他们问候的方式就很奇怪 说老罗你还在吧 你还在吗 在吗 你怎么不回我 你还在吗 完了我就给他们回 我说我还在 别慌 完了以后他们说 哎呀太好了 那我们去看你 我说不用 马上就出院了 他们说不行 一定要来看 我说别来了 他们说不行 一定要去 我就火了 我说 讨厌 他们说你才讨厌 就让人家来看看嘛 后来没办法 就让一些人来了 来了以后呢 这些人来了很奇怪 坐在我床边 跟我说话的时候 老摸我的脉搏 是吧 老摸我的脉搏 非常有意思 最后呢 这六个亿的债务 除了对别人 对我自己 也会产生一些变化 是吧 因为我人到中年了 但是因为这件事呢 我突然又变得 像年轻时候一样 要给自己立志打气 所以我买了很多 立志的书 在家看 要把精气神提起来 是吧 然后在家看书的时候 就发现 那些什么 心灵鸡汤啊 心灵鸡血啊 还有什么 毒鸡汤啊 还挺管用的 比如说我看到一句话 对我有特别大的 振奋的作用 这句话说 如果你欠银行一百块 那是你的烦恼 如果你欠银行一个亿 那是银行的烦恼 我一想我六个亿 干翻六个银行了 是吧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 我很厉害 于是呢 一口气就提起来了 就感觉非常治愈 稍事休整之后 就启动了 我正式的还债生涯 那么开始的时候 我还误以为 我只要认真工作 努力赚钱去还债 社会或公众 就给我一个 相应的认可 我这么善良地想的 是吧 但后来发现 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很复杂 比如说我为了还债 做了带货直播 目前号称 抖音带货一哥 是吧 在中国排进前世 这很了不起了 14亿的人口的国家 做任何一个事情 进前世 虽然不如前三过瘾 灌亚继军嘛 不如前三过瘾 但四大天王也挺过瘾的 是吧 我就是中国带货 四大天王里的老师 是吧 然后我做了这个呢 很多人就骂我 说投机分子 哪热就往哪臭 就是个投机分子 什么理想主义者 这个让我感到很奇怪 因为我是欠债还钱 肯定是要赚快钱的 哪热往哪去 有什么错吗 你们说有什么错吗 没有 肯定没有错吗 但是我背着一身债 难道去做回报周期 特别长的项目吗 比如说三十年后 我终于发了大财 给我的债主朋友们 联系还债 有一些中年的债主朋友 可能已经不债了 我告诉他还债 他不理我 我只好不停地 给他发短信 我说还债吗 债吗 还债吗 你懂的是吧 所以我又启动了另一个 就是我年轻时候 有机会做没做的 就开始接广告代言了 接完了以后 有很多人骂我 说不要连 连游戏广告都接 罗永浩 你成了你年轻时候 最讨厌的人了 我就很奇怪 我年轻的时候 谁会讨厌 给游戏代言的人呢 我们讨厌的 都是不让我们 玩游戏的老师 对不对 我想起我们那时候 陈老师 我们学校的 他说不让我们玩游戏 学校附近有个游戏厅 回家的路上 可以进去玩 他下班闲着 没事还进来抓我们 抓完了以后 给我们叫到外边 当着很多大人面 训斥我们说 你们这些 没出息的孩子 是吧 拿着父母 挣着血汗钱 到这儿给游戏公司 卢远浩 我说的就是你 你有本事 你有能耐 你挣游戏公司的钱 给你父母送去 陈老师 我做到了 他好可爱 后来呢 我拓展业务项目 也开始来录综艺节目了 很多人说 我又从一个 体面的企业家 为了赚钱 成了一个 跪下来赚钱 不要脸 我就很吃惊 什么时候 企业家比人民艺术家 高人一等了 这都什么价值观 非常生气 是吧 何况 我可是 还有一些人呢 支持我 挺我 但我看了 更毛骨悚然 更吓人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成年人啊 不管不过的 埋头赚钱 一门心事赚钱 这就是一个成年人 最大的成熟和体面 这话我看得也很奇怪 我怎么就 不管不过的赚钱了呢 我赚钱都很谨慎啊 我录综艺节目 都很小心的 录的都是脱口秀大会这样 非常有水准的综艺节目 我也没像 这五位领校园中的 至少三位一样 什么破节目都上 后来呢 我又听说 给那些有钱的财主大款们 家里这个做婚商嫁娶啊 结婚啊 葬礼啊 什么的 去做主持人 也能赚很多钱 完了我说 那这个我也可以考虑 我就跟媒体说出去了 这次说完了 那些骂我的四脸 可能最后彻底崩溃了 这可能突破 他们想象的底线了 然后就不再骂我了 就挺好的 是吧 挺好的 但是我说这个是严肃的 我可以做的是吧 可以做的 最后说点开心 那这个死于 2018年年底的 六个亿的债务呢 到今天 我们已经还了 快四个亿了 很快就还 快四个亿了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 未来一年应该也就差不多 还完了 就算有一点点小小的意外 我是行业明灯嘛 永远会有意外 所以就算有一点小小的意外 可能也就是个半年一年的事 是吧 所以没问题 当然未来我们人生道路上 可能还会遇到很多波折挫折 是吧 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脱口秀演员 一个人民喜剧艺术家 我和我那些优秀的同行 是吧 我们都会严格遵守一个 我们职业的规范和准则 那就是 我们不管怎么样 被曲解 被污蔑 被侮辱 被伤害 作为一个人民喜剧演员 永远要面带微笑 永远要把欢乐带给大家 就是这样 好 谢谢 另外 我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和这个舞台呢 也想给我的债主朋友们说一句 无论是已经还了的债主 还是等着要还的债主 我都跟你们道一个歉 我缺这么一个机会给你们道一个歉 是吧 对不起 给大家添麻烦了 非常非常抱歉 等我们这些债务真的 全都还完了之后 可能会拍一个纪录片 来纪念这一段诡异的人生旅程 是吧 这个纪录片的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叫 真还传 这个谐音梗呢 海源老师和建国老师对此意有贡献 好 最后 最后的最后 我想对在网上最后看到这个节目的广大节目的观众们说一句 欢迎就我以上提到的几项核心业务就是直播带货 综艺演出 广告代言 婚商家局主持 旺铺开张 剪彩等等等等 如果有需要跟我们团队联系 会给你服务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好 我叫周奇墨 谢谢 说实话 我来参加节目呢 其实就是想给自己增加一点曝光量 我希望从此呢 能赚点钱 我挺想挣钱的 其实 我感觉我有时候想钱都想瞎了心了 你知道吗 我有的时候经过彩票站的时候 我就会想 我要不要给命运一个机会 会不会命运一直很想帮我 但一直没有渠道 会不会我每次经过彩票站的时候 命运都很着急 说 你都是进啊 你进去我就能给你安排 那咱得走个形式啊 没有 没有钱 而且不光没有钱 有的时候呢 我还得一直小心着 别人想从我这里多赚一点钱 我有一次去药店买药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感冒 我进去以后 我跟那个店员说 麻烦给我拿一盒感冒灵 那个店员点点头 然后从柜台里 拿出一盒很贵的药 说你吃这个吧 这个是特效药 见效快 我一看那个价格 我说 我也没有那么赶时间 平时生活节奏挺慢的 你就给我拿感冒灵就行了 不吃是吧 然后他又从柜台里 拿出一盒很贵的药 我说你这个也不是感冒灵啊 他说啊 这个也灵 我当时就很恍惚 我想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中文 现在起不到交流的作用 为什么语言传达不了信息 然后就在我恍惚的时候 那个店员问我 说你咳嗽吗 我说有点咳嗽 那得配个纸咳的 发不发烧 我说我倒是不烧 那也得配个退烧的 当时那个柜台上 放着三盒药 没有一盒是感冒灵 我透过那个柜台的玻璃 我能看见感冒灵 就静静地在下面放 那个店员给我的表情是 没有人从我这里 拿走过感冒灵 我当时想 怎么的 现在买药是得抢吗 说得哪天半夜 拿把菜刀过去 给我 不是 赶毛铃 你看你脾气这么大 你是干火太棒 你知道吧 你这个特效药 你去一下火 我当然知道我不能抢 所以我想怎么办 如果我下次再去他们家买药 我是不是可以后发制人 我先消耗他所有的耐性 比如我进去以后呢 我先回避他所有的问题 对吧 我一进去以后 他说买药啊 我说啊 随便看看 你想买什么药啊 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药啊 这话说的 我们这儿什么药都有 你有什么病啊 你看我现在有什么病 他说不知道 但你肯定有病 是吧 然后我俩的对话 就越来越虚无 越来越飘渺 到了第十句话 然后他已经崩溃了 可是存在先于本质 我说怎么定义存在呢 你都叫我干啥 我哪会赶猫铃 给你不就完了 干活有点忘 其实说实话 大人的钱还不是最好赚的 对吧 最好赚的是孩子的钱 因为父母特别舍得 在孩子的教育身上砸钱 包括学英语什么的 我有一次 在一个酒吧里 看见一个小男孩 拿着派的在那儿学英语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父母带他去那儿 关键他第二天 怎么跟同学吹牛 你知道 哥们昨晚去酒吧了 学了一晚上英语 然后他那个派的上 有一个口语软件 上面会显示一句话 这个小孩要做的 就是读这句话 当这个软件识别出来以后 就会给他发出 这种虚假劣质的欢呼声 然后那天啊 可能是因为酒吧比较吵 所以这个小孩前几次读啊 这个软件都没有识别出来 他就在那读 然后一遍比一遍声大 到了第五遍 然后全酒吧就安静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这个小孩 关键呢 在这个酒吧的一个角落呀 坐着一桌老外 背对着这个小孩 在这桌老外听来 就感觉是中国人坐在酒吧里 然后你听见背后有人喊 我问一下 有人喜欢夏天吗 我问一下 有人喜欢夏天 没有人 夏天 没有人喜欢 就感觉这个人特别需要人认可 所以那个老外头也没有回 在那喊 Yeah I like summer 小孩一下就愣住了 没有想到这个软件的音效这么逼真 我一抬头发现 那边有个老外 但他可能之前啊 一直在跟这个软件里的AI交流 他不知道怎么跟真人交流 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估计在这个时候肯定在想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爸妈 不给我在派的里装上五腰套 个在线青少儿英语 那有真人外国老师 一对一时时互动 视听还不要钱 为什么不装 否则现在哪至于这么尴尬 当然这都是我猜的 因为他当时没有说任何的话 他当时就是看了一眼 然后默默地低下了头 点到了下一题 I like winter Do you like winter too 然后就老外 Yeah I like winter I like whatever the f*** you like Just shut up 好 那个软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好 我叫童默南 我真是有点害怕这种大型的比赛 因为我骨子里其实是一个 特别胆小怯懦的一个人 这可能跟我的大学有一定的关联 我当年的专业也是英语 而我的大学呢 叫做这个北京体育大学 在北京体育大学里学英语 那真的是连跳剑美操的都看不起我 我们学校就没有什么学的概念 只有练的概念 我第一天访校 我就感受到我们学校的这个学习氛围 我们有76万平方米的校园 有一百多个国内外持名的训练场馆 但是这个教学楼只有一个 真是沧海一宿啊 我当年这通找啊 那种感觉很玄妙 就你走在一个校园里 竟然不知道去哪里学习 我也不太好意思问 我说那个教学楼在哪啊 地面说 同学 你去那里干什么 每一个人都在不停地运动 校园里分泌着那种肾上腺激素 还有荷尔蒙的气息 运动中的呐喊 也是此起彼伏 只有我一个人拿着本词汇书 哆哆嗦嗦 这abandon 背体有一个好处 就是塑造了我现在这种 谦逊温和的品格 就有时候你走在一个校园里 发现自己谁都打不过 人也就不由自主 变得温顺有理了起来 真是人性的温床啊 那四年 我是一天比一天有礼貌 每天在学校里 就是嘘寒问暖 助人为乐 其他同学也很诧异 说这奥运会也过去一年多了 怎么这还有志愿者啊 在北体上度过了怯懦的四年 我就成为立名英语培训老师 教的科目叫做美国高考 就这个职业也经常让我感到惶恐 因为我要陪着我学生 一起去美国参加考试 美国这个治安 可能你们也知道 就我跟我学生一起走在纽约的街头 真的是走出了一种羊入虎口的感觉 因为我学生实在是有点过于天真和英识了 就那一身奢侈的品牌 从头到脚那夺目的大logo 然后拎着个箱子 还是跟潮牌连名的 我真的吓坏了 我感觉那个流浪汉眼睛都开始冒绿光了 我说你这个普拉达的毛背心 要是不能防弹 你就不要穿了呀 你搞得老师很没有安全感啊 老师在国内现在设保了 不是上到哪里去了 哎呀小伙子那一身穿的 浑身都散发着那种 有人堕落的气息 仿佛在对街边流浪汉说 Try me Try me I have all you need Just try me 就流浪汉都有点纠结了 说这不会有点太easy money了吧 最后还是一个玩说唱的大哥 走过来对我俩下手了 那很委婉 他说他是一个rapper 他在做他的demo 他的名字叫做Leo Martin Leo Martin 你一听就是个很街头的名字 他掏出来两张盘 问我俩的姓名 又写上一些祝福的话语 突然间神色一变 一张盘20美金 不给不行 就名字都已经给你写好了 我一下就知道完蛋了 我说真的擦不下去了吗 哥哥 但是在那一刻 我又明白了一个真相 就是你如果足够天真和懵懂 你就能够战胜你的怯懦 因为你真的什么都感觉不出来 我学生满脸心血 说老师你看 多么动人的街头艺术家 多么美好的纪念品 然后他竟然问了一个 那个说唱大哥 我估计他踏入 强迈强迈这行以来 第一次听到了一个问句 How many do you have 大哥说 Pardon 他都被问出幻觉了 一时间都不知道 自己是在曼哈顿 还是在义乌乌的批发市场 他都有一些局促 说今天出来的 也是有点着急了 就带了二十多张 我去那双大感情好啊 这不巧了吗 我们班正好二十多人 人手一张 好吧 今天你就给我写 把你这马克比给我拧开 今天算你赶上了 我的小马丁 给我写 先写给我女朋友Jennifer DearJennifer I will love you forever 怎么这个forever 还不会拼啊 F-O-R-E-V-E-R 你们这个说唱歌手 也得加成文化修养 好吧 接着写 Dear Maria I know you are Jennifer's friend but may I have a dinner with you 接着写 李小亮 Your球鞋 is fake 现在我同学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